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知道两位同志怎么称呼 金伯卿细细打量着沙发对面的李妍和任妮 我姓李 他姓任 老爷子叫我们俩小李小任就可以 李妍漫面春风 看金伯卿的眼神也纯净温凉 任妮有些局促 意语不发 两位同志真是年轻有为啊 想必在赵先生身边 老爷子 我们还有工作 有什么能帮忙的 不妨开门见山 只要力所能及 我们一定不会推辞 金伯卿沉默了一会儿 好 金伯卿轻了清嗓子 半吞吞地说道 我就要死了 我想邀请两位同志 为我主持丧礼 李妍和任妮对视一眼 金伯卿仍旧是满脸的云淡风轻 他轻轻地挽起袖子 只见干瘦的胳膊上居然裹着厚厚的绷带 李妍有些不解地问 您这是 金伯卿不打 默默解开绷带 绷带下面居然是十四五到七粒的伤口 像是被野兽撕咬下一块血肉似的 有些是愈合的老伤 留下难看的缺口的疤痕 有的还腥 甚至血痂都没有长好 看上去丑陋无比 金伯卿说他身上也有 三年加在一起大概有两百刀了吧 任妮忍不住问 这是怎么回事啊 金伯卿慢吞吞地从身上掏出一本薄薄的相册 摊开来 相册里夹着两张剪纸脸谱 正是任妮戳破的刀马蛋和五花脸 我金伯一共八张鸣杂脸谱 这两张小李同志应该见过来 另外还有三张在我儿子手里 我今天只带了我供养的三张来 金伯卿展示后再翻开一页 浓郁的血腥味忽然扑鼻而来 这是一张黑底白纹的花脸脸谱 嘴唇勾勒出人字形的红痕 可刀马蛋和五花脸的眼部都是空白的 金伯卿带来的脸谱上却多了一双凶狠贪婪的逼真双眼 眼珠甚至会转动 乃至直勾勾的盯着人看 李妍伸手去摸 金伯卿闻想喝止 但一转念就把阻止的话咽了下去 李妍的食指碰到花脸的那一瞬间 那黑底花脸骤然扑出 半颗鲜明的头颅都要从相册里伸出来似的 胸脏地咬向李妍的手腕 李妍忍不住闷哼一声 她手腕一翻 整只右手顷刻间化作深黑色的祸水 祸水滴在黑底花脸的牙齿和舌头上 腐蝕起大片的烟雾 那花脸痛苦的乌叶一声 却仍旧往相册外伸着脖子 灭出 金伯卿大吼一声 那黑底花脸眼皮一颤 心不甘情不愿地吐出李妍的右手 缩回来相册 李妍手上 生腾起大量沙沙作响的白烟 手腕有极其明显的红色牙痕 还沾着一些透明的黏液 刚才 一切好像幻觉似的 李妍仔细看了看自己的手腕 才冲金伯卿笑着说道 好凶啊 金伯卿露出少许喜色 但是很快压抑住自己的情绪 本来独自站得远远的忍衣突然走过来 递给李妍一张白色的香精 谢谢 李妍拿过香精擦拭自己的手 忍衣轻轻驱躬 然后走开了 想必金老爷子身上的伤 就是这东西造的孽吧 金伯卿脸色复杂的点点头 同样是明扎脸谱 可是金伯卿的相册里 这张画出双眼的脸谱 其凶性威力 远非那两张五花脸和刀马蛋可比 钢材那一咬 换做普通的钢材 也碎成豆腐渣了 就咬合力来说 不在猪破龙王之下 把手擦干净之后 李妍才说道 恕我直言 您在香港也算是有头有脸的人物 有儿酸满糖 应该享受天伦之乐 何必倒过这种损人害己的勾当 金伯卿盯着李妍这张年轻的脸 看了很久 才愧然一叹 我半身都告诉自己 人外有人 不可骄傲自满 可少壮时前途太顺 谦虚也不过惺惺作态 今天见了小李同志 才知道我在香港这些年 是坐井观天啊 惭愧 惭愧 老爷子太客气了 您还没回答我的问题 两位同志 请继续看 说着 金伯卿把相册翻篇 接下来 是一张鼻梁抹出一块豆腐白的丑绝脸谱 他拥有一双迎邪放肆的三角眼 叫人看了 浑身起鸡皮疙瘩 第三张 是眼眶烟红的淡绝脸谱 双眼如溢红秋水 三张脸谱毫无例外 都透着浓郁的血腥味 不过 李延自然没有必要挨个去试探 说起来 小李同志 觉得我孙子孙女的水准如何 可还能入你的发言 李延眨了眨眼 心中正盘算如何应答 金伯卿人老成精 已经从李延的表情上 得到了答案 小李同志 如果觉得尴尬的话 就不用说了 断了断 金伯卿又说道 或许在您看来 他俩不堪大用 说老实话 除开心性和经验 金路经中一身本领 已经是金门中的翘楚 换作我正当年 也未必是他们俩人的对手 他俩虽然年轻 但已经是我金门 如今的顶梁柱了 尤其是金路 金门传世二百余年 只有才华横溢的前人 才能在巴掌名字 脸谱上画上一两笔 增添其灵性 福应子孙 否则 就是泡在墨水里 脸谱也绝不会变色 金路二十岁那年 就在刀马蛋的脸谱上 添了一笔 可以说是光耀门眉啊 李延干巴巴的回应 金路小姐的确很不错 人泥却好奇地问道 可刚才是怎么回事 他一纸相册上的脸谱 这就是我不知天高地厚的地方了 金国卿叹气道 我年轻时忠心精闷 志得意满 可有一桩汉事 便是抵不过仙人的智慧 巴掌名字脸谱 居然一笔也填不上 总觉得自己心智和祖先废道而驰 我实在不甘心 居然一时糊涂 想另辟蹊径 一向天开为名字化眼 才酿出这三桩祸害 说到这儿 金伯卿的脸上有难掩的悔恨 金门世代相传名杂之术 是以血肉精气温养指杂 供给驱使 可也只是在初一十五 以少许鲜血奉养 精血瘦数纵然有亏 也尚可接受 可自打我为这三张名杂化眼之后 每过初一十五 必然要用一块血肉奉养 你不去奉养 他也会自己在宿主身上咬走 显然是金门一亥 到如今 已经有三年了吧 礼言不语 从另一个角度想 金伯卿才是金门前五古人的天才 化眼明渣固然凶恶 但是 普通明渣与他相比 威力简直天差地别 只是 金伯卿是寻常的血肉之躯 奉养不起这种可怕的凶物而已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 由喜马拉雅出品 服暖文化制作的精品多人剧 从孤祸鸟开始 作者 胡尔盖 演播 三山静水 刘兆坤 蔡新淳等人 喜欢本故事 请直接订阅本专辑 我们下一期 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